台灣民政府洗腦影片曝光 自豪紅素珠做這事 紅素珠罵完老農民後 還以判輕鬆 和他支持的台灣民政府還真相 那個老農民的伯伯下車 那天是228 他下車先罵什麼 你們這些228的台灣人死一死好了 你們這些台灣人都去死一死 他先挑釁了 紅素珠才去訪問他說 您這樣講 那您請問您是什麼人 這是網友曝光 台灣民政府的洗腦影片 成員不斷幫紅素珠說話 還說紅素珠在網路上很紅 那我頭一天看到我就聽說 這是我們最好的契機 這危機就是我們的傳機 你現在打開電視 這一台有紅素珠 下一台有紅素珠 那一台有紅素珠 一間媒體可能要一百萬 大家算算看 紅素珠他賺了多少錢 欸 幾千萬喔 算不算齁 台灣民政府的免費廣告 嗯...應該說你們很樂觀齁